安娜种植园 众友好伙伴 今天给大家分享如何种西红柿 首先我给大家谈一谈这个西红柿选苗 如果你要去那个Nursery或者去卖苗的那个商店 如何来选择你的西红柿苗 选择多大合适 西红柿苗是越大越好吗 下边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西红柿苗选择第一步 要从它的叶子看 两到三片叶子甚至四片叶子 这都是比较好的苗 再大不好了 并不是越大越好 记住两到四片叶子的时候 这是我们选择苗 它一个最佳的时间 然后选择回来 第一时间给它定制 这就是我选择的 这是我自己培育的那个西红柿苗 我给它定制了一样 怎么叫四个叶 这个已经看不到了 刚出苗的时候 这个叶子就算是 这算是那个出苗的叶子我们不算 从这是第一片叶 这是第二片叶 这是第三片叶 这个时机选择这西红柿 来作文我们的苗 是最佳时期 要选苗就选择这样的苗 然后你把它定制到你的那个花床里呀 或者你的那个花盆里 或者你的那个田园里都可以 就选苗要选择就这么大的 这个苗就比较好 这个苗容易定制 容易成活 然后那个又不影响它的花芽 因为那个失业以后 就那个西红柿苗的那个花芽 其实已经在分化 如果种的太晚了以后 它影响你的那个西红柿的那个花芽 然后那个就会出畸形果 所以那个这个选苗和定制时间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选二到四叶的苗 在这个时间早期定制 然后那个等待它那个榨根以后 就开始形成花芽 切西红柿开花结果吧 西红柿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蔬菜 或者水果吧 它有好多品种 有樱桃西红柿啊 那个牛排西红柿啊 很多品种 但是在生长过程当中 第一就是移栽 这个要给它选择一个 适合它生长的这个地方 这个很重要 比方说那个茄子啊 辣椒啊 包括土豆啊 西红柿 它们是一个棵的 都属于茄棵植物 那么去年 你在这个地方种了这些植物 就这些蔬菜 所以以后第二年最好换一个地方 摘到盆里也要找那种比较大的盆 多一点土 因为它的生长周期很长 结果很多 需要的营养多 所以那个盆一定要适当的大一些 然后你可以放在你的袋壳上啊 或者放到那个你的花园里啊 既是水果又可以观光又可以食用 这是第一个要点 选择种植的土地 一定要是没有茄棵植物生长的 这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茄茄那个生病 那个如果你没有注意 它以前比方说重复那个在这里种植 它会有很多的那个病菌留下来 你这个西红柿就容易生病 这是第一个要点 种植的时候选择了这个地方 好第二步我们来说说这个西红柿的中期管理 今年我种了几个不同品种的西红柿 你看这个西红柿 当长到这个阶段以后 就进入了那个中期管理 要给它进行打叉 梳花梳果 或者那个畸形果的防治 就到了这个阶段 来看看这个 怎么样打叉 看看这个下边出了多少根 你看这都是叉 我们不留太多的叉 有的那个 这个西红柿是那个 determinate 它就是说它是限制的一定的高度 和结果量都是一定的 长到一定程度 它就再也不长了 那种叫determinate 就是那个五万形生长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indeterminate 这种都是indeterminate 你看这个叶子不是太紧臭的 基本上就可以那个确定 它是indeterminate了 然后那个 有的那个比较争议的就是 有的主张是 只留一个万一直往上涨 有的那个就主张留三四个万啊 两三个万呢 那个就看你的地方了 如果你的那个地方比较狭小 那个空间有限 那你就可以让它那个吊起来 就像黄瓜一样 或者尸瓜一样 一直往上涨 一层一层的涨 如果要是你的地方大 你可以留个两三个组织 作为组织吧 那个让它那个多结果 现在因为你看 你看我这是种在花盆里边的 我最多也就留两到三个碗 两两到三个那个枝叉 其他的就全要抹去 然后我这是一个组织 然后在这个组织的边上 我再选两个方向 角度比较好的那个侧枝 可以给它留下来 其余的全部那个把它那个除掉 你看啊 这个就是一个侧枝 我把它那个给掐掉了 每一个叶中间都会出现一个车子 你看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 每一个叶中间都会出现 这些都要抹掉的 你看这个已经也很大了 然后我现在比较清爽了 我就可以看 我决定是留一个 还是留两个 还是留三个 从它的生长这个盆来说 我最多也就留两个了 这个给这个盆离得近 我为了这个空间不要余蔽 我把它给清理掉 再一个说说这个茧子 这个茧子在那个茧枝以前 最好用酒精擦一下 另外这个选择这个天气 打枝啊 还是选择要晴天 这样那个伤口很快就会干 然后不容易感染 如果你要选择阴天或者多雨的时候 那个这个伤口 干得慢就容易感染 那个可能导致这个整个 整个蜘蛛的死亡 比方说那个细菌感染 霉菌感染呀 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车子 我要给大家也剪掉 这下边这两片叶子 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 这样一剪 下边就通风 浇水都比较容易 这是我种在一个 相当于raised的拜的 但是我用花盆代替了 这是我其中的一个小发明 这样的话 西红柿上边 因为这个盆小 它可以那个 避免这个水分的那个蒸发 然后也控制了那个杂草的生长 你看它周围这个杂草就很少了 就这样都竞争不过它 然后它的根呢 就可以无限制往下生长 是一种放射状的 这是我那个设计 这种花盆的时候一个idea 就是一个想法吧 那个 再接着打 现在我就留了一只 加上这个主只 相当于就是两个只 这样让它那个生长 现在你看到这儿又分叉了 这也是一个叉 那我也要给它打掉了 这是 这是那个 第一 第一个花枝 然后那个 这个就是 它的第二串花 你看下边就很清爽了 如果再长一段时间 我就会再把下边的这两个叶子再打掉 整个那个一直是通风 那个透光的状态 这样你的西红柿才能健康生长 也不会得病 然后那个西红柿长的那个 会好吃 因为见光 现在看到这个了 这个是我想留的一个分支 已经有西红柿了 但是我又不希望它长得那个太高 这个一串西红柿 这是第二串西红柿 然后我给它留两个叶片 把它的那个头打掉 这两个叶片将来是供这一处 这一处那个西红柿生长的 我把头打掉了 就是说打头的时候 你保证这个西红柿生长 你给它留上两片叶子 像这些黄叶子 那个已经不能光合作用的 都要给它清除掉 然后那个 让它们营养工的好的叶子 像这种 这被虫吃了 你看 像这种 就没有必要再留了 你看像这种 生斑的这个 我可以把这个一个叶打掉 也可以打一半 或者是整个这个汁全打掉 这样都可以了 这是我种的另一种西红柿 现在已经进入结果期 你可以看到很多果子 这时候要注意蔬果了 把那些畸形的 那个长得不好的 像这个果 这就是一个畸形果 你看这一块 烂掉了 像这种果就不要保留了 没有什么商品价值 这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在那个花芽分化的时候 分化了不好 温度太高 或者太低 影响的 最后要把这些果 那个清理出你的菜园子 那个不要留在这里边 也可能这是一种 梅菌病感染 可能会污染其他的那个 西红柿 那个传播疾病 最后都要清理走 还有这种果 也要给它输掉 因为不好吃 将来的这个巴这一块 那个影响口感 所以像这种果 也要给它输掉 我谈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浇水 西红柿是一个比较洗肥 洗水的这个植物 因为它结果很多 所以你这个地面呢 应该是见湿见干 小水勤冠 那个不能让它那个 干的狠了以后 然后你再给它使劲灌水 这样的话西红柿容易开裂 因为它那个皮生长的 那个生长阶段的时候 那个缺水 它的皮相对发育的比较紧 然后你猛的一浇水 然后它那个果 然后就生长的那个特别快 这时候相当于 那个皮肤紧的不够用了 然后那个它那个果就裂了 在这个时候那个也适当的应该那个增加点那个肥料 因为那个这个物质不灭定律 它也是一直在转化 它这个营养吸收完了以后 已经都变成叶子变成果了 所以它那个营养相对不足了 这时候也要给它那个施一些那个有机肥 不管是鸡粪呀 那个羊粪呀 牛粪呀 都可以在它周围那个撒一些 通过你浇水的时候 它那些肥料又会渗透到根部 然后那个是一种慢施肥 后期阶段的时候需要那个肥量比较大 因为那个长的果物多嘛 就是这个浇水 施肥 在这个结果期要增加一些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订阅 点赞和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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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